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抹身設計了一個不需使用計時器 而可量測重力交流的實驗 他選用了一個彈力長度是K 然後自然長度是L C有一個質量的小M 指點的彈簧 使他做水平的簡協運動 再一個長度是大L 擺垂不計體積 質量是大M的單擺 使他做擺動 調整他的擺長 使兩個系統之簡協運動的重力 這個算是類簡協運動 而不是真的是簡協運動 這是類簡協運動 這個單擺 折起所測的重力交流 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的周期T是等於多少 等於2π乘以多少 K分之m 這小M 這個的話 這個的T是等於多少 等於2π 跟它多少 z分之m 他跟m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單擺的周期公式 這個是 彈簧的周期公式 他說這兩個周期要一樣 那我就可以求出 這個z來 這個2π一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會一樣 也就是k分之m 會等於 z分之m 這樣z我就可以算出來 等於 Lk 除以m 所以z是Lk除以m 所以這一題 當然我應該要選1 應該要選1